我先把窗戴上 窗戴上很简单 在ELEVATION ELEVATION V 选择窗戴上 有关窗戴上 就是这几条 把它 COPY 或 MOVE 如果没用就COPY 然后 很简单 WB ENTER 接着 SELECT OBJECT 刚才不用SELECT 接着 MINIMETER 应该不用教 接着 REPLACE REPLACE 接着 在这边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窗框 至于窗的玻璃 我没有弄 因为REPLACE RE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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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中间通洞 所以你一定要选色 用COLOR入密 在中间才能够 attach在一起 在中间才能够通洞 好吗 由于这样 好了 接着呢 就是这么简单 把它 让到这边看一看 在哪里呢 上面 有时候你不知道在哪里 好了 看看这里 将它 做一个 extrude 又是一样 来来去去都是 extrude 这里都是 窗框 厚50 左右 我喜欢 50 60 什么都好 接着怎么样 动回直去 刚才我们动直的时候 做了些什么 ROTATE 加这个ANGLE SLAT WALK 摆在那些圈上 这样 令90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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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之后呢 将它 移回去 当然要SLAB 是不是 是的 那就可以 记住 当你要移的时候 就用旁边的磁石 永远记住 2.5磁石 是for MOVE 这个ANGLE SLAT 就是for MOTA 我们现在是MOTA 就是用那个 但是摆在那裡 然后呢 咦 插了一些 不是 放在旁边 刚才那个是 那是门 门 门 门了一些 插了一些 插了一些 不要紧 插了一些 不要紧 一些不紧 是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画图 的情况 和做VD有些不同 如果真的 有大有小 有时候画东西 是吧 大了 或者小了 现在这里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其实呢 我想我底部的尺寸 很吵架 我底部的尺寸 可能有些 要更正了 就是呢 底部的这一块呢 这一块墙呢 应该就是 840 840 下面那一块 就对了 明白 那一块就 放在这里 当然你可能 你旁边会发现 它 小了10mm 或者顶底都是 都是 差了5mm 10mm 如果发现那些情况 你又想解决它的话呢 你最多是这样 最多是这样 加多一个 叫Edit Mesh 的Modifier 那我们 新妈石 那时候说过 叫Edit Mesh 挑一些点 好了 接着我 拉大了一点 在这个角度 拉到角度 明白 那高度 如果你还是差一点 都是这样做的 在旁边的 那些Viu 差一点 这样 选了点 在那点 这样拉大 黏回去 那便完成 是吧 那便 刚好 符合了 那个Size 明白 OK 就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啊 好 那 我先要 这一刻 因为 便是手机 这一遇了